一開始我寫這本書的動機主要是想要讓自己脫離一下那種煩悶的情緒 因為在處理台大入門造假案的時候 大概有七個月的時間 七個月的時間基本上我的生活幾乎都被那件事情斬滿 因為這件事情對我自己的學術生涯影響蠻大的 那些衝擊其實到現在都還有 所以在我從總編輯的職務卸任下之後 我覺得我一定要找另外一件事情來讓自己脫離那種有點悲憤的情緒 也許就寫本小說 另外還有一個原因是因為其實在處理台大案子那段期間 那實際上有很多人爆料給我 但是因為那些爆料內容我沒有辦法特別去查證 雖然看起來很多像是真的啦 但是沒有明確的證據 所以我沒有辦法寫成很正式的報導評論出來 所以我也想說利用小說的形式把這些材料收納在裡面 所以這本書一開始是以一個博士班的女生她的自殺事件開始 那她的學弟不相信她的學姐會自殺 想要去追查求證她的學姐是不是真的自殺 如果是自殺那她的原因是什麼 這個過程裡面有很多看似因緣巧合 也很多秘密之中注定的那些偶然 她發現了很多特別的證據 那發現說她學姐應該不是自殺 而是被自殺 那牽扯到這個案子裡面呢 包括她學姐所就讀學校的校長 她的指導教授 她的一些合作的研究人員 甚至是她的前後任的男朋友 那她的學弟在追查這件事情的過程當中 除了她學姐的死因的了解以外 也牽扯出另外一樁 可能比之前台大論文造假案 更暗黑的那些學術醜聞的事件 一開始我只是想寫個短篇小說 結果我寫到八萬字的時候 發覺我居然還沒有寫到一半 寫到快十萬字的時候 我才發覺實際上我並不是想要寫一本 學術論文造假的小說 我反而比較想再寫一本 談愛情的小說 如果從現在這個時間點 我再回過頭來重新看我所寫的這本小說 我想談一個年輕人在一個 已經積飛沉世到非常非常嚴重的社會裡面 那她的自我還行 以及她去思考怎麼解脫 在這樣很不利很不好的大環境裡面 她怎麼去尋找一個新的自處之道的過程 這個小說裡面我也還寫了自己很多 跟學術有關的事情 某一個部分我也希望 我自己能夠記得我還沒有壞掉之前的樣子 在台大陸文造假案那段期間 處理台大陸文造假案那段期間 特別在一剛開始沒多久 那時候所受的壓力會比現在大非常非常的多 而且在那段期間幾乎每個遇到我的人 應該說所有遇到我的人 見到我跟我談的這件事情之後 後面都會再加一句說要我注意人身安全 特別幾個在台大服務的朋友 他們都會特別在強調這一點 實際上我自己是非常害怕 其實在那段期間 不只說在學術工作上有沒有受到影響 而是那段期間包括說有朋友提醒我 要注意我的計畫申請會不會有問題 我的帳目一些報章發票會不會有問題 她說很多人都在盯著我 那等著抓我的把柄 那我自己是想說實際上我是一個有很多缺點的人 所以如果認真要抓我的把柄 大概很容易抓到一大堆 那段期間我甚至自己常常這樣想說 萬一我連交出的工作都沒有辦法保得住 那我要拿什麼養家活口 是這樣來安慰自己 就是說也許這種事情就有點像結婚一樣 結婚生孩子一樣 如果我們事前就開始 開始考慮很多 就到底這個要賺多少錢 才能結婚要不要有房子 然後我們要算東算西的之後 我想大概很少人會有那個勇氣 就真的結婚生小孩 如果我繼續我的教授工作 我還希望我能夠理直氣壯的 跟我的學生講說 科學就是一個追求實事 求是的過程 那我也希望我能夠跟學生講說 我們需要有道德勇氣 那如果我希望我還能夠講得出這種話的時候 那麼其實該做的我還是要去做 那如果真的遇到什麼問題 那就等問題來再說吧 那蔡孟宜老師這本就死了一個研究生之後 就是台灣非常爽見的學術版的職人小說 那他的場景書寫得非常的深刻跟真實 那其中就是學術界的這種欲望跟良知的辯證 就非常的精彩 謝謝